2017美国时尚旅游小姐大赛于3月26日在圣盖博士希尔顿酒店进行为期一日的海选 多名家里到场参加为夺得六月决赛门票施展浑身谢数以求获得评委的青睐 当日海选流程十分严格包括台步展示、才艺表演、机智问答以及自由随拍 评委杨布回表示对于选手的考察是从其踏入会场的第一步开始的 那我呢本身是学表演的所以可能更多时候呢我会通过这些美丽的女生呢她们的即兴反应 还有她们面对一件事情她们会表露出来自己应对的态度 以及她们从她们入场开始一些小细节我可能就要开始比较流行的观察她们 活动筹办人Steve Kuo表示对于本次时尚旅游小姐海选莉林洛杉矶感到十分兴奋 希望借由本次活动展示洛杉矶美人的风采 我觉得说在洛杉矶有非常多条件非常好的嘉丽们还有孩子们 她们其实也可以借由这个舞台来展现她们的美丽大方 还有她们的自信跟才华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争取到这一次的主办方到我们洛杉矶来进行海选 参赛选手宗爱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能够挑战自我以及获得更多的表演机会 我觉得就是参加这样的比赛能磨练自己的气质和磨练自己的经验 我以后想从事演艺有关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一次挑战 大赛主办方新语文化传播公司执行总裁常青语 对于参加本次海选的选手的素质表示满意 我今天有看到几个让我非常感动的女生 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以更加的扩大强壮一些 而且这边她们有特别的南加州的美女的风格 比较野性一点比较活泼一点比较阳光一点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活动sofar还是很满意的 本次美国时尚旅游小姐大赛决赛将于6月24日 在三藩市赫布斯特大剧院进行 届时将会有神秘巨星到场驻镇 HMedia在圣盖博士的采访报道